像雷神天尊 逍遥天尊 阿弥陀佛 弥勒佛祖等一个个大能者 战斗说的缓慢 其实非常的快 从纪宁被灭杀 纪宁第二元神驾驭万物使者出手 再到纪宁被擒拿下 纪颠侨服出手 太短暂了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整个战场的各方大能者关心的 已经不再是纪宁了 而是那个乔夫 这么多年 麻烦师父了 乔夫看向菩提道 能让后裔当徒弟 恐怕三清如来他们 一个个抢着想当吧 菩提笑呵呵着道 好啊 你总算是出来了 还以为这次你不出来呢 师弟都快被杀了 我还不出来 等到何时啊 乔夫看向远处心存忌惮的魔手道祖 环木主人说道 我看现在该是我们和你们无间门 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是该谈谈了 半空中出现了一道红袍青发身影 风魔 乔夫看着这红袍青发身影道 此刻皇宫上空已经出现了一大群的大能者 可这些大能者们一个个虽然悄然彼此传音 却根本不敢出声 而在下方万物使者纪宁 则抬头看着高空的乔夫心中震撼 大师兄 乔夫 后裔 那个一直低调的 在方寸山上砍树的大师兄乔夫 竟然是传说中的后裔 当年自己在山上修炼后裔剑术时 大师兄还在一旁扛着斧头路过几次 甚至在关键之时还点拨了自己一句 当时的自己也没多想 认为以大师兄的实力能点拨自己也正常 谁想这大师兄就是后裔剑术的创造者 后裔 师弟 纪巅持着扇子笑着喊道 小师弟 远处一道流光飞来 降落下来 正是穿着金灿灿的神甲的猴王 二师兄 六师兄 纪宁连声道 同时纪宁不由仔细看了看这位六师兄 上古的很多故事在地球上都是有流传的 虽然有些似是而非 可这位六师兄孙悟空在地球上的名气还是颇大的 当然 纪宁早就见过太多的大能者了 像吕洞宾 三清道人 佛祖如来 菩提老祖等一个个都见过了 看到六师兄 纪宁也很平静 只是略带好奇罢了 没想到我大师兄竟然是后裔 孙悟空黑黑笑着道 当年我拜入师父门下时 大师兄还给我指路呢 我当时还以为他就是一普通的侨父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大师兄啊 我当时就嘀咕 这大师兄藏的可够深呢 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上古的那位后裔大神 藏的可不是一般的神呢 后裔成名的太早了 后裔当年斩杀金乌妖望时 孙悟空都还没孕育出世呢 我拜入师父门下算是很早了 也不知道咱们这大师兄的来历呀 几天笑眯眯的说道 我呀 一拜入师父门下 当时大师兄啊 就跟着师父了 不过也是在当侨佛砍树 其实啊 我当时就疑惑了 明明是师父弟子 为何看不到大师兄去请教师父呢 师父曾说 大师兄是早是真神道祖的实力 需自己感悟 他也没法指点 我也就没多想 听闻当年大师兄因为嫦娥的事 杀到了太阴心 又要砍掉那太阴心上的桂树啊 可那一棵神树 砍掉些许又恢复 硬是奈何不得那桂树 大师兄每天在方寸山上砍树 是不是想着有一天 再去太阴心的月宫上 侯王压低声音道 甚至还周围屏蔽了 嘿 大师兄的事 也是你这猴子能说的 祭甸连声呵斥道 这事啊 可不能说 大师兄听不见的 我也就被弟弟说说的 苏空眨巴着眼睛说道 既您也知道后裔和嫦娥的事 那是后裔的伤疤 接人伤疤 那可不是件好事 走走走 现在佛祖三清他们一个个正在和无间混沌事件那边谈判呢 我们呢就先到一边歇息吧 祭甸瞪了一眼孙悟空 你这猴子 可别惹事啊 小心惹了大师兄 我们可帮不了你 是啊 大师兄当年以弓箭之术纵横上骨 现在用个斧头都这么厉害 那魔兽道族也是名声赫赫 那可是佛门道门领袖那层次的实力 竟然被我们大师兄一斧头就砍断了手臂啊 那是魔兽道族太过自大了 祭甸说道 大师兄在上古时实力就了得了 即便是佛门道门领袖面对他也得全力以赴 魔兽道族竟然敢单手去迎敌 他不吃亏才怪呢 吉宁笑着 当即就要收起万物使者 可忽然想起之前被魔兽道族一巴掌拍在身上 情不自禁倒下的场景便仔细查看了下万物使者 啊 吉宁脸色变了 怎么回事 吉宁立即发现在万物使者腰腹位置的一处内心核心上 竟然出现了裂痕 吉宁连忙尝试使用万物使者调动力量 却发现根本调动不了 这里的裂痕就仿佛是万物使者能量传递出现了断层 使得万物使者一下子就变成了废物 竟然废了 怎么可能啊 吉宁愣住了 万物使者 这 这已经是他现在最厉害的杀招了 凭借万物使者可以实力达到接近领袖层次 能和菩提无影道祖他们媲美 可是这万物使者怎么就突然废了呢 须知 就算是佛门道门领袖们攻击落在这万物使者身上也是难生分毫的 魔手道祖轻飘飘的一掌就废了万物使者了 不过当时也的确奇怪 仅仅仅一掌自己就不由倒下了 二师兄 六师兄 吉宁愣地声道 万物使者废了 啊 什么 什么 祭甸和侯王都是一惊 吉宁郑重点头道 应该是被魔手道祖给废的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侯王咬牙 祭甸 则是皱眉轻声道 嗯 这万物使者傀儡是无间门念之出来的 他们应该会防备万物使者被我们这边夺来 应该留下了废掉万物使者的手段 只是这手段很难 在气运之争的战场上 你的对手都是些天神真仙 他们没法废掉你的万物使者 可是这魔手道祖毕竟是领袖层次的大能者 加上知晓万物使者身上的某个关键之处 轻易啊 就便能废了 嗯 我也闻当年的万物之主 在他死去的同时 他的万物使者就全部废掉了 侯王也是点头的 无间门的这万物使者 还需要魔手道祖亲自动手才能废掉 比起来还没有万物之主厉害 祭爹说道 忽然 祭爹又说道 这事儿得立即告诉师父啊 啊 对 赶紧告诉师父 猴王也说道 女娲阵营和无间门的谈判 也是最顶尖的几位大能者在交涉 时间流逝 其他大能者们也在逐鹿大世界默默等待谈判的结果 祭宁 祭爹 猴王他们方寸山的也是在一旁等待着 许久 天都开始蒙蒙亮了 无间门的大能者们才离开了逐鹿大世界 师父 大师兄 坐在那的祭宁 几天猴王三哥连忙站起来 菩提老祖和后裔并肩从远处踏着虚空 来到了这院子当中 哎 怎么样 师父 猴王脸上问道 你们的祭宁师弟吃了大亏 我们女娲阵营还好吧 菩提老祖说道 弟子吃亏算不得什么 只要能对这场战争 我们这边有好处就行 记宁说道 菩提则是看着记宁说道 主要我 后裔 还有几位都暗中商量过 这无间门突然行动对付你 恐怕他们也有了诸多详细的准备 他们有准备 我们没有准备 而且气运之争 我们站着上风 所以我们虽然愤怒 可还是不会轻易最终决战 后裔也点头说道 当然了 如果那无间门不知进退 我们就和他们开战 显然你们大师兄的出现 特别你们大师兄的实力 让他们有些摸不准 这次谈判下来 对我女娲阵营还算有好处的 哎 那什么结果 无间门的要求就是一个 纪宁不得参加气运之争 纪宁面色一变 这 什么 这一拍 侯王立即就怒了 菩提继续说道 我们也同意了 我们的要求是 无间门那边的万物使者 进阶不得参加气运之争 无间门的万物使者 虽然损失了一句 却还有九句之多 如果九句万物使者 进阶出动 那么就算是我这徒儿纪宁 怕也是分身乏术啊 纪宁点头 的确 自己对付一头万物使者 都需要些时间 需要影响其重心 而后一举擒获 那么只需要两头万物使者 彼此配合 就能完全让自己 无可奈何了 另外七个万物使者 完全可以疯狂杀戮 毕竟 这次是纪宁吃了大亏 他们总都付出些代价 那暗光剑主死 也是白死了 菩提看向纪宁道 徒儿 接下来的气运之争 你没法参加 不过 也让对方的所有万物使者 也不能参加 你也真正为我们这边 立下了大功了 有什么需要的 你尽管提吧 不必了 纪宁摇头 你需要什么 欠缺什么 尽管说 菩提说道 这也是三清 如来他们一个个觉得亏欠你的 纪宁摇头 自己得到北修世界神的诸多传承 还有世界牢狱内的诸多囚犯的宝物 自己也能弄到手 的确无需再和几方大能者求什么了 小师弟 后裔看着纪宁道 纪宁也看着眼前这位朴素的男子 这位传说中的后裔大神依旧是普普通通 宛如凡人 可纪宁却很钦佩他 因为后裔当年纵横三界靠的是剑术 而如今竟然靠斧头都能直接上了魔手道祖 如果用剑又得多强啊 真是深不可测 之前后裔出手震惊各方 他们震惊的不单单是后裔的身份 最主要的是三界第一剑神后裔 竟然用斧头都这么的可怕 七韵之争终究只是影响双方最终决战 后裔说道 这最终决战主要靠的还是大能者 越强的大能者影响就越大 多一名两名领袖层次的存在 对大局影响非常之大 如果多出一名盘古神层次的 那完全可以横扫了 什么气韵根本没有任何用途了 季宁点头 所以你安心修炼 好好修炼 既然不参加气韵之争 那就无需参加了 安心修炼 最重要的还是那最终决战呢 嗯 季宁也赞同 不参加气韵之争 季宁也不介意 他心中真正求的是灭掉吴剑门 最渴望是亲手斩杀身亡 万魔戒 风魔 让万物使者放弃气韵之争 真是不甘心啊 魔手道祖那俏脸却是冰冷 眼中尽皆是煞气 万物使者不参加也好 旁边的环木主人则是说道 那季宁虽然本尊被灭 可还有第二元神 凭借那第二元神操纵罗侯镇 如果再被他掳走一个万物使者 那可就是能爆发出进阶领袖层次的实力了 那么他一个就能抵得上一群万物使者了 哼 让他掳走一次就罢了 还能再掳走第二次吗 魔手道祖冷笑 纪宁可不是单独一人呢 他还有女娲阵营的大军辅助 战争中一切都说不清啊 环木主人摇头 而且这一次我们终究理亏在先 不吃点亏 那暴怒的女娲阵营恐怕真的会来一场决战 那后裔的实力你也看到了 我是大裔 没想到他是后裔 如果早知道是后裔 我岂会单手去应付 魔手道祖摇头道 若是全力以付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旁边一直没吭声的万魔之主 则是淡然道 可后裔用的是斧头啊 如果他用的是他的后裔神功呢 魔手道祖一针 后裔的实力明显比上古强多了 我都隐隐感觉到了威胁 万魔之主摇头道 万物使者的真正用途是让道祖驾驭 是用来对付领袖层次的 气运之争 不掺和就不掺和吧 能够让季宁也不掺和 也勉强算值了吧 对了 你可破坏了那一尊万物使者了 万魔之主问道 嗯 破坏了 当初的计划准备了多重 破坏万物使者就是其中的一重 破坏其中一个关键之处 如果能带回来 无销大师很轻易就能修复 可是 女娲阵营却缺乏一些核心阵图 根本没法修复 嗯 那就好 这季宁没法掺和气运之争 只能参加最终决战 而没了万物使者 他的威胁也弱多了 在最终决战时 季宁根本不算什么 魔手道祖道 他本尊覆灭 而第二元神是炼气流 仅仅凭借炼气流 是没法达到领袖层次的 的确 方眼三界 不管是女娲阵营 还是无间门 真正站在最顶尖的 像三清如来福西时 那都是混沌中孕育的真神 而后续投胎 可依旧走的是神魔兼修之路 神农士 碎人士 同样是各个神体了得 就算是菩提元老人 那也是混沌真神出身 至于无间门这边 魔手道祖 万魔之主 环慕主人 各个都是进展的 都是神魔炼气兼修 理论上 炼气流也能达到领袖层次 比如 悟道境界实在太高 可一来 三界中没出现单纯的炼气流 成领袖的 二来 要想靠悟道成为领袖 那需要时间 纪宁现在连一条天道都没悟透呢 离成领袖太遥远了 所以说无间门认为 纪宁的本尊覆灭后 威胁小得很多 也是很正常的 仅仅第二元神 威胁小得多了 修炼的时间又短 他的劣势太明显了 环慕主人摇头道 这纪宁啊 的确是天资妖孽 如果给他十万年时间 恐怕 真的会成为一个大威胁啊 可是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修炼了 嗯 我还是觉得 放弃万物使者参加七蕴之争 影响太大了 魔兽刀阻骤 此事 无需多说了 对了 环慕 你和元老人 谈得如何了 他想要我们无间门的三大秘点 环慕主人叹息道 哎 少一步都不行啊 只要将三大秘点进阶给他 他才愿意加入我们无间门 哼 三大秘点 他全部都要 魔兽道祖冷笑道 真是野心够大呀 我也仅仅只参悟了两门秘点而已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 无间混沌世界 还是完好的 心魔之主 曾遨游混沌 机缘巧合 得到了三部环妙无比的秘点 分别是七心 环和 无影 这三部秘点 也是心魔之主 最重要的绝学 当年能够那般快的 统领整个无间混沌世界 这三大秘点 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心魔之主 为了笼络手下 也赐予了秘点 向玄和 无影这两门秘点 心魔之主 是愿意传授的 可是 七心这门秘点 原本仅仅心魔之主 一人会 后来 万魔之主 救了整个无间门后 心魔之主 也已经深容天道了 可还是将七心 传授给了万魔之主 也就是说 整个无间门 完全看过三大秘点的 也就心魔之主 和万魔之主 七心 是一门心力法门 万魔之主道 其实 很多大能者 也用不到 必须达到心力 第五层次 才能参悟这法门 其实 真将这三大秘点 传授给元老人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 他那一派系 大能者 还真不少 实力 也是很强啊 嗯 环木主人 魔手道祖点头 元老人一派系 最强的是 元和四组 他们门下 还有大能者 即便是元老人 施展出的实力 就已经接近 领袖层次了 谁知道 他有没有 隐藏其他实力呢 所以 这是非常强大的 一派系 两大阵营 都在想要拉拢他们 可我担心 三大秘点给了他 他却转而投靠 女娲阵营 万魔之主道 听闻 在混沌一族中 有本命誓言一说 可是 怎么才能让对方 立下这本命誓言 我们却根本不知啊 我再去和他谈谈 环木主人周梅道 定要将元老人 拉拢到我们这边 他们来我们这边 女娲阵营 就少了这么一部分力量 一方多一些 一方少一些 影响很大 必须拉拢过来 还有 风魔 其他诸多方面 就交给你了 嗯 混沌中 就交给我吧 万魔之主 点头道 上古破灭之战 到如今 打半个混沌计了 虽然 我们都隐藏了不少手段 可是 女娲阵营 同样不可小觑啊 别忘了 那女娲 可是达到 世界神层次的 女娲阵营的底蕴 很是难料啊 双方 都是小心翼翼 气运之争 只是影响 双方力量的 一个因素罢了 可双方 还是拼命 争取一切 可能赢的因素 因为 当最终决战 爆发之时 不是你死 便是我亡了 无尽混沌中 寒冰星辰内 这颗星辰 根本没有名气 甚至都没有 专有的名字 却是纪宁 安放世界 牢狱的星辰 而此刻 已被吴奸们望却 不再当成威胁的 纪宁 却悄然出现在来这 世界牢狱 黑袍 纪宁 站在峡谷深处 看着眼前 无尽的寒冰道 接下来的岁月 在没有真正的 大动静之前 我就安心 在世界牢狱中 想办法提升 我的实力吧 独自站在峡谷的深处 可纪宁的心里 却笼罩了整个寒冰星辰 心里 仿佛湖水的波纹 一圈圈的荡漾着 扫荡过所覆盖的区域 这是心里探查的一个小技巧 乃是北方世界神留下的 诸多法门之一 虽说 仅仅是个小技巧 可凭借着心里探查技巧 放眼三界 没有任何一个大能者 能够跟随纪宁 而不被纪宁发掘的 在无尽混沌中闯荡 许多小法门 像收敛气息法门 心里探查 变化之术 心里锁魂等等 这类小法门 虽然没有提升实力 可却能大大提升生存能力 若是没有这些能力的话 在无尽混沌中闯荡 是很容易陨落生死的 这些小法门 看似是不起眼 实则呢 都是北修世界神 传下的一等一的法门 便是在九方混沌国的 祖神祖先中 都没几个会的 本以为这次实力爆发 无尽门会更加的小心我 甚至可能会跟踪我 我还小心谨慎的绕了好几个圈 现在看来 他们已经不将我当成威胁了 黑色道袍纪宁在心中暗叹 他在这寒冰星辰前还去了一趟邪悦大世界 好防止这无尖门的追踪自己 不过可惜 无尖门呢 他却根本没有去追踪 也对 我不参加气韵之争 对他们威胁 的确是大大的减小了 对大能者而言呢 没有万物使者 我现在还是太弱了 黑色道袍纪宁摇头 随即嗖的 便凭空消失了 世界牢狱中 白袍少年正盘膝而坐 在他前方正是一尊 隐隐散发着光泽的大顶 五行神顶 五行神顶 不再是过去脏兮兮的模样 明显是显露出了不凡 来了 白袍少年抬头看去 远处的黑色道袍纪宁飞了过来 降落下来时 顿时一条黑色电蛇就凭空出现 而后迅速的飞入了白袍少年 的体内 本尊的分身 进阶都是雷电神体 才能真正如意随心的掌控九角电蛇 第二元神虽然实力了得 却没法去掌控 耗费了海量的法宝 我从世界牢狱得到法宝 几乎全部用在这五行神顶的炼化 哎呀 都消耗一空了 凝聚了大量的五行之精 谁想连紫光琼神剑的表层都没能恢复啊 黑色道袍纪宁看向旁边 旁边有着古朴的石台 石台上摆放着一柄通体血色 剑身满是裂纹的神剑 紫光琼神剑 汲取了五行之精 表层只要完好 便可用来战斗了 威能 却是远超混沌奇宝了 若是汲取足够的五行之精 剑身进阶修复 那威能让混沌仙人世界神们也会疯狂的 感觉这表层才修复了五分之一啊 机宁暗暗点头 世界牢狱 天神天仙超过了一千位 全部都被搜刮了个遍 真神真仙的宝物自己也得到了不少 除了极少数自己留下外 其他进阶炼化了 唉 这还是炼制出紫光琼 这仅仅是修复而已 且修复了个表面罢了 都需要如此海量的五行之精 天哪 如此多的五行之精 如果用来提升我的诸天星金珠 恐怕都能少许提升到混沌奇宝的层次了 纪宁暗道 五行之精 主要是用来修复法宝 也可用来强化一些特殊的法宝 有些法宝根基很好 能够承受更多的五行之精 即可用来强化 诸天星金珠 那可不一般 它并不是盘古开天地后 自然孕育出的先天灵宝 它原本是无情混沌中的 那些巨大的星辰陨陨落后精华凝聚而生 凝聚成的金河 这些金河在漂浮着 在盘古开天地时 机缘巧合被吸引了进去 这才成了先天灵宝 实际上 这种金河是非常珍贵的炼才 一些小些的混沌星辰 陨落后的精华是没法凝聚成金河的 唯有足够大的混沌星辰才能凝聚出金河来 每一颗金河都是珍贵的炼才 一般都是用来炼制混沌奇宝的 因为飘进了刚刚开辟的盘古世界 才自然而然的成了诸天星金珠 用来砸人的 他才小用 那些盘古混沌世界本身孕育的先天灵宝 没有多大的精力 可珠天星金珠还是很有潜力的 完全能够承受一定的五星精华 提升到混沌奇宝层次 可惜啊 要将这三千六百颗珠天星金珠提升到混沌奇宝 机宁 他也就是想想罢了 三千多颗混沌奇宝 机宁暗暗摇头 世界牢狱内所有法宝全部炼化都不一定够啊 五星神顶旁边 白袍少年 盘膝而坐 面前摆放着一瓶混沌灵液 一滴滴玄妙的混沌灵液被白袍少年吸入了体内 跟着一道虚影从白袍少年中飞出 落在了一旁 凝聚成了又一名白袍少年 时间流逝 一名名白袍少年被凝聚出来 机宁本质上依旧只是陶屋十八神魔的第二层 他只是靠唯一本尊秘法将十七个分身汇聚为一的 现在靠着陶屋十八神魔法门吸纳混沌灵液恢复分身时 却是又恢复出了另外十七个分身来 冰火催炼金丹术 十七个白袍少年 每一个身前都悬浮着一团九燕浆和一团冰心随 黑色道袍纪宁在一旁看着那悬浮的九燕浆和冰心随 暗叹道 九燕浆还有不少 可冰心随确实不多了 这次消耗过后 剩下的冰心随只有十万斤左右了 这次本尊被灭 靠混沌灵液 靠冰心随九燕浆 可以在短短一个月内完全恢复 可下一次 若是本尊再被灭的话 没有足够的冰心随 混沌灵液也太少太少 想要恢复 恐怕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就像当初的少颜丑 分身死得太多 恢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一个月后 这十七个金丹 已经淬炼提升的白袍少年 又是占唯一本尊秘书 进阶融合为一 实力恢复 白袍静宁眼中有着一丝杀迹 他忘不了神王灭杀 师姐余威的那一幕 恐怕那一幕 他以后无尽的岁月 也无法遗忘 神王 我现在实力还不够 等着吧 我会回来的 济宁内心深处 有着无尽的杀意 百一济宁挥手 收了黑色道袍济宁 随即飞起 朝远处飞了去 只剩下那一尊白袍分身 依旧在五行神顶的前面 这一尊分身 是济宁翻盘的根基 本尊被灭 也能逐渐修炼回来 所以济宁绝对不会将这一分身 也用来唯一本尊秘法给融合的 那样 如果一旦死了的话 那可就是真正的死了 非了片刻 白济宁便迅速下降了 在前方的平原上 有着一尊尊的碑石 一眼看去 随意地树立着在平原上 被这些碑石所环绕的 是美轮美奂的碧玉宫殿 这次被重创 虽然是祸 可能和暗光剑主 无影道祖 魔手道祖他们交手 对我而言 也算是服了 济宁暗道 虽然在世界牢狱中 也和真神真仙们交过手 可被关押的真神真仙们 一般都没有悟透天道的 如果能悟透天道 他们就能成祖先了 因为没悟透天道 所以这些真神真仙 论实力 一般也就是普通道祖 偶尔凭借神通 能有顶尖道祖实力 可暗光剑主 无影道祖 都是顶尖道祖中的高手 至于魔手道祖 那更是领袖层次 三界中的这些道祖们 虽然根基和九方混沌国的相比 弱了一些 可是在道的感悟上 却要比那些真神真仙 要高得多 九方混沌国 关押的这些祖神祖先们 论道的感悟 也就少数能和魔手道祖一比 魔手道祖的掌法 堪称三界第一章法 比如来佛祖的都还要强 济宁和他交手 自然是感触不少 需要细心体会 静静参悟 或许我能借此机会 达到建立的第五层次 济宁当即步入了这碧玉神殿中 坐在了那混沌起草 东心草编制的蒲团上 心神迅速平静 开始静静的名词参悟 回忆当初和暗光剑主 无影道祖 魔手道祖交手的每一幕 无论道祖实力 比暗光剑主略强些 可那是因为神通的缘故 实际上 单单论招式玄妙 暗光剑主更厉害 他的剑 是吴建门的最强剑法 是暗杀最强的一个 可惜 死在了后裔的斧头下 济宁细细参悟暗光剑主的剑法 每一招都在心头浮现 让济宁不断有所收获 魔手道祖的掌法 济宁虽然没法无头 却也能看出些奥妙来 此刻静静思虑 更多奥妙被济宁抛袭发现 戴得济宁睁开眼 却已经是过去了九天 白衣济宁走出了碧玉神殿 手指一凝 凝聚出了一柄长剑 哗哗哗 剑光飘渺 时而锋利凶悍 时而诡异莫测 时而暴力霸道 明明感觉就颤那么一丝丝 可为什么就是突破不了呢 吉宁摇头自语道 本以为这次借助和魔手道祖 他们的战斗感悟 能踏入建立第五层次的 毕竟魔手道祖那可是领袖层次 他在无尽混沌世界中 悟透了地火水风四大天道 能和他生死搏杀 可谓是机会难得 吉宁这次参悟 感觉进步颇大 却还是没能踏入这建立的第五层次 从建立第四层到第五层次 真不是一般的难 吉宁心中一动 当即一挥手 一颗颗巨大的星金珠 坠落在周围的平原上 分散在那些碑石的周围 三千六百颗星金珠坠下后 上面的九冲混沌静置 也在演变着 吉宁站在那 看着周围的巨大星金珠 和一方方剑法碑石 仔细观看着 剑法碑石 那是北修世界神留下 专门给传人的 星金珠上的九重混沌静置 也更是玄妙 看了半日功夫 输 纪宁摇头 一挥手 周围的碑玉神殿 九十八块剑法碑石 三千六百颗珠天星金珠 全都被收了起来 还是生死厮杀 更有帮助 白衣纪宁瞬间 化作了一道电蛇 电蛇画过长空 迅速飞向了远处 片刻后 嗯 在沙漠中 正盘膝坐着一名 额头有着独角的瘦小男子 他翻着金色的毛子 盯着纪宁冷笑道 哼 看守者 怎么又来了 上一次 你用一堆仙天灵宝来威胁我 这次 你还能有什么手段 哼 尽管使出来吧 想要我臣服你一个弱小的真仙 简直就是做梦 这次 你的气息怎么全部收敛了 连我都探查不出 是不是被其他的真神真仙骂多了 所以干脆收敛起了你那弱小的气息 白衣级宁看着这瘦小男子 你这么多尝尔小小得 看着这瘦小得 我给你送一尝尝尔小得